主料,酵子粉300克,大虾500克,主料,白糖40克,酵母6克,盐一勺,奶粉30克,水150克,橄榄油20克,黑胡椒一勺,生粉50克,耐清两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混合所有材料,整治扩展,放温暖地方进行一步, 一次发酵,一次发酵至1.5倍到2倍大时,军鱼分成了120斤一个大小面团,滚圆后放置至母粒进行二次发酵,二次发酵后的面团刷上蛋液,再撒上黑芝麻,入浴热炮的烤箱,20分钟左右,大虾巨头,挑虾线,用料理机打成米,或者剁碎,将黑胡椒,生粉,淡清搅拌军鱼, 找一盘子压瓶,找一人口的压住圆形饼状,放入炸粉里,两面滚上炸粉,入油波搭炸,将奶酪均匀的抹在两片面包上,加上生菜,虾肉饼,烹饪技巧,面就是组合了,将面包偏成两片,我总是偏不好,偏得总是一边高,一边低,刀工太棒,没有办法,偏得不好看, 不影响味道哈,将奶酪均匀的抹在两片面包上,加上生菜,虾肉饼,开吃吧,这个鲜虾汉堡保身受小飞同学,小甜同学喜爱,两位小同学吃得饱饱的上学去了,想当初,带他们出去吃汉堡,这几位小同学把汉堡里的奶酪,用筷子全部刮出去的擦坑吃,而现在吃家里做的汉堡,别再喜欢上里面的奶酪了, 值得表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